在莫言的作品里,风乳肥臀是极特殊的存在。 莫言将自己的全部情感都真诚地交付在这部小说里。 字类行间,你似乎能看到一个愁逐的身影, 满眼热泪地诉说着一个关于苦难的故事。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在这部57万字的长篇小说中, 莫言塑造出一个中国母亲的形象, 它是集合了千百年中国女性苦难的缩影。 从这个形象里,我们能看见压抑却不屈, 痛苦而坚定,历尽沧桑, 却仍能坚实地向生命尽头走去的背影。 莫言在风乳肥臀的封面上说, 上官鲁氏是一个背负着大苦难、大悲悯、大抱负的中华母亲。 风乳肥臀这个名字表面上有点色情的意思, 但其实它是母性与生命力的一种象征。 女性的如此特征,其实是强大生殖力的象征。 不风乳肥臀不足以生育、胃饱、养大、呵护那么多子孙。 因此,它也是一个家族根深燕茂的基础, 是坚毅而旺盛的生命力的象征。 如风乳肥臀是需要面对苦难的勇气的。 我所见的满眼凄凉和伤痛,愿意与你分享。 1922年8月,德军包围了山东高密东北乡, 列强要在这里修筑交州铁路, 这刺痛了土地观浓重的中国农民。 鲁武带着父老乡亲与德国人展开惨烈的抵抗, 结果可想而知,惨败只是必然。 鲁武被德军杀死,妻子上吊自杀, 文讯赶来的女儿女婿在面缸里救出了刚满六个月的鲁玄。 小说开篇就让上官鲁氏变得无依无靠, 孟严的用意是想表达无根的生命, 也有生存的韧性。 鲁玄在姑姑家逐渐长大, 铁匠上官家的女主任上官吕氏很喜欢这个小姑娘, 待她长大成人后,忙不爹找人上门提亲。 自此以后,鲁玄成为了上官家的儿媳妇, 名字也被剥夺,成为了上官鲁氏。 一个中国女性的苦难由此开始。 孟严在风乳肥团中有一个奇妙的设定, 上官鲁氏变的孩子全部都是野荷的杂种, 与上官家毫无关系。 也许莫言想要表现原始的野蛮的生命力, 我们不得而知。 旧中国女性的第一个苦难就是生养, 传承生命成为了女人的天职, 不能生养便是罪大恶极, 在家中的生存空间被压抑到无力追之地。 上官鲁氏嫁过来三年, 一直没能怀孕, 婆婆忍无可忍, 每天冷眼相对。 一天, 她借看望姑姑的机会, 到省城检查身体, 医生给她的结论是生育能力正常, 换句话说, 是丈夫上官受洗的问题。 姑姑为侄女名不平, 打算到上官家去理论, 但考虑到侄女在上官家未来的生存地位, 她做出了一个乱伦的决定。 当上官鲁氏看见姑父睡在自己被窝的一刻, 一切不言自明, 她默默留下了几滴泪, 顺从了这残酷的现实。 从此, 她的野河之路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上官鲁氏却生下了两个女儿, 莱蒂和昭蒂, 婆婆的脸色愈发难看, 上官鲁氏懂得了身为女人的残酷, 不结婚不行, 结婚后不能生育不行, 能生育而生不出儿子还是不行。 于是她开始疯狂地借种, 和蛇小鸭的霍郎生了三女儿领地, 和江湖郎中生了四女儿响地, 气急败坏的婆婆把她的肉体 卖给了卖狗肉的光棍高大彪子, 结果生下来的是无女儿叛地。 接着她甚至主动找到了天地庙中的和尚, 生了念地。 后来在河岸盼被四个冰丁侮辱, 生下了七女儿囚弟。 上官家一连生了七个女儿, 残忍的一幕发生了。 上官受洗像一头发疯的野兽, 在铁匠铺里拿来了一块暗红的烙铁, 狠狠地烙在了妻子的双腿之间。 上官鲁氏久伤不欲, 他觉得不久于人世, 在教堂终生的召唤下, 来到了教堂, 结识了善良的马罗亚神父, 恢复生命力的他, 终于和神父生下了一对儿女, 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 莫言在旧中国女性的苦难上, 蒙上了一层宗教色彩, 似乎只有神明才能让他们在悲苦的家缝中喘息一口气。 但是上官家的男人们却没有看到家族传承的美式。 1939年5月, 正在上官鲁氏生产的时候, 日本人闯进村子, 烧杀鲁掠, 上官福禄与上官受洗父子惨死。 人生的际遇就是如此, 当你苦苦追求的时候, 往往不得。 柳万花明时, 你却已离开了那桃园圣境。 上一辈人的恩怨暂时结束, 而上官鲁氏与儿女们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土匪黑鲁鲁鲁鲲队的沙月亮频频向上官家示好。 这年冬天, 上官鲁氏正在带领女儿们往地窖里放萝卜。 沙月亮就为上官家送来了一人一套的郁寒兽皮大衣,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上官家的大女儿上官莱蒂。 而莱蒂已恰对沙月亮放心暗许。 这让上官鲁氏头痛不已。 他对当年黑鲁鸟枪队冲进教堂, 逼迫马洛亚神父自杀的事心有余悸, 并且早已想好把莱蒂许配给孙大姑的儿子孙大雅巴。 无奈在几个妹妹的帮助下, 莱蒂和沙月亮私奔了。 二女儿昭蒂常常带领姐妹到河边凿冰取水, 同村的司马库对他们关爱有加, 经常给予帮助, 运气好时还能捉几条鱼回来, 司马库全都留给上官家持。 时间久了, 昭蒂逐渐喜欢上了这个暖心的大哥哥。 然而司马库与日本人起了冲突, 明信正直的司马库一气之下炸了日本人的铁路, 得了灭顶之灾。 朝地连忙把司马库的儿子交给上官鲁师抚养照顾, 自己义无反顾地和司马库逃亡了。 激紧年间, 村里有个逃难的外国人叫鸟儿韩, 他以打鸟为生。 大家饿肚子的时候, 只有他能饱腹整日, 三女儿领地喜欢这个外乡人。 上官鲁师考虑到一家人的吃食, 最终答应了两个人的交往。 旧中国的人们总是要屈从于粮食的匮乏, 面临生存的艰难, 一切的尊严与情感都是妄谈。 几个女儿恋爱背后都有着生存的摆布, 并不是今天真正意义上的男欢女爱。 然而上官鲁师的家庭终究躲不过时代的洪流。 日本人把鸟儿韩抓了壮丁, 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就此失去。 领地接受不了突如其来的打击, 精神崩溃,疯癫了, 自称是鸟仙。 从此, 上官家除了婆婆上官吕氏, 又多了一个疯女人。 终于县林饥荒时间太久而发粥, 上官鲁师带着一家儿女去领州, 回家后发现大女儿莱蒂和杀月亮的女儿杀枣花回到家中, 再加上司马库的儿子司马良, 一家酒口人的生存问题让他头痛不已。 可是上官鲁师眼中, 毅然坚定地闪动着活下去的光亮, 同时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卖女儿。 为了生计, 买卖人口已经无关道德, 况且能买孩子的人家, 一定也会给孩子调生路。 上官鲁师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 将年仅四岁的妻女儿囚弟, 卖给了俄罗斯夫妇做养女。 1941年5月, 上官鲁师生了重病, 命在旦夕, 伺女儿响弟把自己卖给了瑶子, 为母亲筹集了治病的费用, 上官鲁师转危为安。 家族的苦难不仅仅是求生存, 活下来是最基本的挣扎, 而真正的灾难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怨丘葛。 在相互的摩擦和决斗中, 人的生命开始陨落, 接二连三的死亡魔咒笼罩在上官家的上空。 孙大雅巴更名为孙不严, 带着铁路爆炸大队与投降日本人的沙月亮交战。 他们这次进村就是要抓到沙枣花来威胁沙月亮投降。 大女儿莱蒂偷偷回村, 想把女儿接走。 上官鲁师为了孙女的安危, 断然拒绝。 与母亲争执的过程中, 莱蒂被爆炸队抓走, 得到消息的沙月亮马上现身, 和鲁大队长带领的爆炸队展开激烈的交锋。 最终鲁大队长战死, 沙月亮被擒住自杀。 莱蒂为了给丈夫报仇, 装疯卖傻, 忍辱偷生。 至此, 上官家出现了第三个疯女人。 1945年后, 日本人投降, 全村都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此时司马库带着妻子上官招地和别动大队, 把上官鲁市的五女婿鲁丽人的爆炸大队赶走, 鲁丽人临走时扬言要回来报仇。 上官鲁市没有时间管女婿之间的恩怨, 他只想把家里的孩子养大。 他生命的坚韧就体现在让家里的孩子们活下去。 然而事与愿违, 他可以拼尽全力让孩子们长大成人, 却无力让已经成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儿女们走好自己的人生。 死亡正逐渐向他的八个女儿走来。 首先是三女儿领地, 看见飞行表演突然想起自己的情人鸟儿寒, 自称鸟仙的他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 大女儿上官来地看见妹妹死在眼前, 装疯变成了针锋, 小说的悲剧性逐渐加深。 六女儿寻找被吴姐夫鲁利人赶走的巴菲特, 在一个村民的指点下找到了丈夫。 然而与他们在一起的寡妇尝尽人间悲凉, 在他们身边拉响了炸弹, 三个人魂归九泉。 国公内战打响, 鲁利人和上官叛帝组织一家人离乡逃难, 但是走到哪里都是战火熊熊, 一生安土种迁的农民们对故乡的热情被点燃。 乡土情怀永远是支撑着中国人前行的精神脊梁, 打不舍,斩不断, 在泥土的芬芳于烈日的灼烧里, 锻炼成生活中的英雄。 作为女人的上官鲁氏一不例外, 上官鲁氏说, 在哪里都是死, 不如死在自己家里。 他执拗地带领一大家子人重返东北高密乡。 战争结束后, 政府出面, 让上官莱蒂嫁给了高密的残疾英雄孙步言。 莱蒂含泪答应嫁给自己的媚婿, 但婚后受尽肉体的折磨。 此时鸟儿含回来了, 在外飘荡了15年的男人, 却和莱蒂有了奸情。 一天, 两人偷情被孙步言发现, 迷迷糊糊的莱蒂拿起门栓将英雄打死。 公安来人抓住莱蒂, 在他生下女儿韩的孩子后执行枪决。 后来, 上官家的噩耗一个个传来。 失明的八女儿上官育女, 为不拖累家庭, 跳河自尽。 四女儿响帝在反右运动后, 被公事干部打成重伤, 没过多久也死掉了。 母女儿叛帝, 忍受不了游行的屈辱, 上吊自杀。 当年被卖掉的女儿上官囚弟, 在饥荒年间因为吞服生斗, 瘴气而死。 看着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上官鲁氏只能默默流泪。 他想起当年用未带带食物 养活一家人的自己, 觉得一切要活下去的努力都是徒劳。 上官鲁氏艰难地说, 儿啊, 人是你们自己选的, 路是你们自己走的, 娘管不了你们, 也救不了你们。 你们听天由命吧。 上官家的女人们悲惨, 是因为上官家男人的缺失。 上官金童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 她在姐姐们的粗拥下长大, 养成了胆小懦弱的性格。 对社会上的交集, 胆怯而畏缩,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巨婴。 她还有严重的恋辱癖, 到了六岁还不能贱奶。 从某种意义上说, 风乳肥臀说的也是上官金童的不能成人自立, 这是莫言给上官金童贴的标签, 男人不能顶天立地, 受苦的就是家族中的女人们。 上官鲁氏将子女们一个个带来人间, 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逐个死去, 这种痛是炖刀割肉, 绵长的痛处使人煎熬不已。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动容, 解放军包围了村子, 由于天黑将正在看电影的村民和国民党军队关在一个墨房里, 第二天清晨再甄别谁是老百姓, 谁是国民党, 这里面就关着上官鲁氏的儿子, 女儿, 女婿, 外孙, 外孙女。 墨言写道, 母亲坚定地朝着墨房走过来, 守军马排长拦住她, 质问她要干什么, 要劫狱吗? 警告母亲再走一步就不客气, 母亲走到门前就拉门上的插销, 一排子弹打在母亲的头顶上, 马排长喊, 不要动, 再动打死你。 母亲还是拨开了插销, 屋里的人像潮水一样涌出来, 上官鲁氏把生死看清, 只因他心中更重的是家人, 不需要权衡, 只要用行动去拯救家族。 他在苦难面前曾说, 现在不是我怕死, 而是死怕我, 然后他就默默扛住了上官家的所有苦难, 关于本书一直饱受争议, 他面世后已是毁于参半, 但正如莫言所坦诚的, 我的心里始终坚信 我写的是一部严肃的作品。 认真阅读后, 我们会看到《风乳肥臀》 是一部异常厚重的历史小说, 《风乳肥臀》是象征, 《炼乳》也是象征, 莫言这部小说用象征的手法 写百年中国, 他有爱有欲, 有生有死, 有人性的愚昧, 也有人性的温暖博爱。 他沉重而悲伤, 绝非是情色小说。 莫言用最动情的文字 勾勒出一个母亲的生命历程, 勾割了母性这种人类情感, 尤其是中国的母亲, 一副柔软的肩膀, 扛起的却是整个家族的苦难。 或许就中国女性全然如此吧, 既然无声, 坚毅承受。 赵总的文字, 却少计划 一些女性的虚似 身体感, 跑 cont一来的 我自己写的女性的虚似 包含和事 locations。 以后, 专门之所必须的 一片门之所 您 Code证划 考虑 适皇 感谢观看